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相信是很多小男生小时候的梦想 而在台湾真的有人把这个梦想实现了 他买了二手的美国跑车之后 在上网去找零件来改装 而且还外接电脑去输入语音辨识系统 就好像是真的火箭一样 没有错 认识这些玩家之后跟他们聊天 发现他们小时候大家共同回忆 很多美国的好莱坞所谓的冠军影集 包括可能天龙特工队 马盖先 飞狼 霹雳车等等 但是马盖先只有一把瑞士刀可以买 飞狼总不能买一架直升机 顶多只有模型 唯一有可能成真变成大玩具的 好像只有这台霹雳车火迹了 所以后来这些五六年级直升长大之后 慢慢就要去寻找能够把小时候梦想能够实现 他们果然就是了解到原来霹雳车 就是美国的庞蒂克火鸟 这部跑车改装了来的 买了火鸟之后二手车价大概十万块左右 马上去上网找一些零件 结果发现这些零件在台湾都没有 都必须从美国来这些拍卖网站上来买之后 然后空运到台湾或者海运到台湾来 通常这些零件我举个例子好了 譬如说前保险杆 要改装成霹雳车前保杆 那个保杆零件大概叫500块美金 大概是1000来块 3000块这样子几千块钱的东西而已 但是它为了运费 为了海关报税等等 就花3万块钱 所以实际上包括说运费跟报关的成本 其实占了它改装钱本很大一笔钱 所以10万块买车 四五十万才花下去 才能把自己的爱车变成像霹雳车一样 而且我们采访它的时候 台词完全都记得住 譬如说早期的时候 三台嘛 这个国语比较标准 自证强文一点 霹雳车尖端科技的结晶 是一部人性化的万能电脑车 但是台词出来之后 马上大家回忆 没错就都出现了 赶快带您来看到 台湾版的霹雳车传奇 霹雳车尖端科技的结晶 是一部人性化的万能电脑车 出现在我们这个无奇不有的世界 刀枪不入无所不能 霹雳车尖端科技的结晶 是一部人性化的万能电脑车 刀枪不入无所不能 在台湾出现也有可能 霹雳游侠李迈克充满正义感 是一个英勇的自由斗士 霹雳游侠李迈克充满正义感 是英勇的自由斗士 不过台湾出现的霹雳车 车主不是李迈克 而是 我不是李迈克 我是台湾霹雳车家族的老哥张 这辆是我改的霹雳车 火继 你怎么出现在台湾 老哥 我是妇科版霹雳车了 但这妇科版跟原版霹雳车 真的有够像 第一眼看到的就是车头霹雳灯 代表火继现在醒着 然后他要准备执行任务 复刻版也有霹雳灯 呜呜呜的音效还外接到喇叭 坐上车 李迈克要出动了 复刻版连内装都和真霹雳车一样 战斗机驾驶舱式的仪表板 显示雷达感应器和自动巡航装置 这些东西按下去当然没有作用 但这些高科技灯光就已经让老哥张 有开霹雳车的feel 仪表板是算是分量非常吃重的 一个改装项目 所有里面的电路板 你要把它跟原本的仪表板做衔接 包括这些转速 车速 然后一些还有一些故障的 还有一些水温等等 火继最擅长的就是飞越 各式各样的障碍物 复刻版不会飞 但老哥张替爱车装了语音辨识程式 还真的能来场老哥伙计的对话 台湾玩家复制出来的伙计还不止一步 其实影集中的霹雳车 就是巴黎年代美国跑车 庞蒂克Firebird改装车 台湾Firebird二手车价十万元左右 但要打造成霹雳车 改装费用反而得花上四五十万元 光是这些圈加盖石要弄成像霹雳车的样子 可能就要先准备个快十万 现在看到这两台 应该都已经花差不多有四五十万的改装费用了 之前还遇过老外 经过的时候还跟你双手比个赞 开着霹雳车在台湾街头 幻想着要打击犯罪 火鸡和李迈克 欧布是老歌张 又要出动了 接下来 我是黑小龙 排队报道